唐三怒骂血清河大战一触即发 不愧是史莱克奇怪的灵魂人物 仅凭这些蛛丝马迹就能猜出这许多东西 可是你怎么证明自己的猜测呢 很简单 只要太子殿下肯让我进去 见到陛下之后自然就能证明 不过我想 太子殿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唐三进去吧 陛下的毒已经发作 只要他因为这次中毒而死 你自然能够推脱干净 从而坐上天斗帝国帝王之位 太子殿下怎么会让我们接近陛下 出现有可能破坏你计划的情况呢 唐三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 不错 你猜对了 这次我确实借助了五魂殿的力量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二叔和四弟对皇位虎视眈眈 如果我不这么做 父皇驾崩之后 很可能会出现宫廷内斗 那绝对不是你喜欢看到的 留在皇宫帮我吧 以你的能力 将来必然能够成为我的左宝右臂 金钱 美女 帝子 甚至是你需要的魂花魂骨 我都可以给你 你的头脑比你的实力更加可怕 我需要你这样的人帮我一起建设天斗帝国 薛金河 你认为唐三会跟随一个杀父弑军的逆贼吗 为达自己的目的 连自己的父亲都可以杀害 还有什么事你干不出来的 我真的怀疑你究竟是不是雪爷大帝的亲生儿子 可惜啊可惜 如你这样的天才 却要被扼杀在这儿 唐三 你如此聪明 难道就不明白 你把我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的吗 你何苦如此 派子殿下 像你这样 自然是不会明白唐三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美好和肮脏的东西 你以为唐三也就 但是在人的内心世界之中 一直有两个君主管理着他们 这两个君主的名字 一个叫道德 一个叫良心 只有通过他们的鉴定 人内心中的东西才会释放出来 当一个人心中的这两位君主都已经死亡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就不再是人 而是像你这样 禽兽 唐三话音一录 一件物品突然从他背后甩出 直奔邪后方的天空飞去 骤然间 空中红光大放 还带着一声尖锐的笑声 动手 空中红光大放 空中红光大放